其他和抵押的东西的 因为它是通过这样很短期的 通过调动所谓的大战区 通过提拔人来解放 这个东西和他们几十年来的血肉关系 和军队里面的毛泽东和邓小平 这是两码事情 好 谢谢陈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 到习近平的去宁夏 汪洋去新疆 那么这两件事 有些什么内在关联性 同时我们看看 首先来关注的就是 习近平到宁夏 是8号到10号 他去宁夏待了两三天 当时是丁学祥 刘鹤 那么这个陈希和何立峰 陈希公主部部长 这个现身是不是有这种 就是说为习近平的这个 所谓这个政治目的啊 保驾护航啊 或者说呢 为他呢 就是说充当一种 带到世卫的这样一种角色 那么应该说呢 陈希现在不仅是中族部的部长 同时是一个中央党下的校长 那么习近平去宁夏考察的主题呢 似乎让人感觉到呢 这个习近平去宁夏和汪洋去新疆 一种一软一硬的这么一种对比 他们他去宁夏的这个调子很软 主要是要打赢所谓这个脱贫空间战 确保这个脱贫目标的实现 因为也知道呢 宁夏这个啊 长期是属于一种贫困的 贫困的这样的一个省区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呢 他这个考虑到 如果说考虑到中国现实的话呢 也就是说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这个目标呢 往后推一推呢 似乎更现实更合乎情敌 但是呢 习近平在宁夏说的很干脆 没有丝毫这个周旋的这个余地 不但要建成 而且要全面建成 而且要决胜 那么观察人士认为 美国当局在这个看起来 已经没有办法实现的脱贫大梦下的强制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造假 这不已经发了 这个两会的这个计划会上呢 李克强所说的 6亿人人均月收入1000元 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们这是也是被 似乎是被这个 王常伟呢 被说声是这个 党内最大的内鬼 好像都有这样的这种这种消息 那么另外呢 就说 我们看到呢 他这个习近平这次去宁夏呢 这个看到这个那幅照片啊 就牵着一个大坑 那么这个 这个照片到处传 那么说这个不是什么好兆头等等吧 当然这是一种 一种说法 民间的一个调侃 民间的一个 民间的总是这种一种民意的表达吧 这当然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 所以再加上给他冠上这个总加速师的这样的一种 绰号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 现在我们看的 但是总的来看他去宁夏呢 说的都是软调子的话 就说就是要这个脱贫空间 实现小康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等等 一个人都不能落下 那么相比之下啊 这是习近平去宁夏相比之下呢 这个汪洋在新疆的这个考察呢 所谓这个视察呢 比较硬 就比较硬 他首先是实际上是被这个 呃 陈全国在站台 因为他们 这个 被打探一个麻 乃圈难地了 现在都被制裁了嘛 嗯 都被点了 美国点了名了 所以说呢 要强调的就是啊 这个 深刻认识做好新疆工作的 长期性 复杂性 艰巨性 啊 这个坚持依法治疆啊 团结稳疆 啊 长期建疆 那么应该说呢 这个治和稳 还是在前面啊 那么这个建呢 这是啊 这是 呃 位居比较 次要的这样一个地位 啊 所以说呢 进一步说到要进一步稳 巩固社会稳定成功 在事关根本基础长远的问题上 聚焦发力啊 夯视长治九安的根基 啊 那么他是在8号的12号 啊 几乎是同时啊 和习近平在这个宁夏和啊 啊 这个新疆的这个 啊 两个人是同时啊 时间更长一些 那么这个 现在说到呢 啊 啊 像对这个 新疆的这个 陈权国所做的这些事呢 啊 是 呃 表示这种 高度的这种赞扬吧 应该说是这样的一种 那么他说到了这个 呃 呃 近年来这个所谓自治区党委啊 啊 认真贯彻落实 二次这个 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 啊 不断的深化 啊 这个所谓这个新世代党的 治疆方略的理解 认识 不断探索和完善实现 新疆工作总目标的举措和方法 啊 团结了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取得重大阶段性的成效啊 推动形成社会大局稳定产业结果优化啊 啊 这个所谓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啊 啊 那么应该说这个就是啊 就是点了题了嘛 就说对对新疆国的工作是啊 几乎是打了满分了嘛 啊 那么这个 下面呢 就是啊 说到了这些啊 这个所谓民族团结了 宗教工作了 那么这个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研究了 等等啊 那么 推广普及啊 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 这也是为这个啊 普及这个所谓这个 强制性的这种啊 汉语教诀啊 这是也都是啊 进行的 这种啊 肯定吧 那么也就是继续啊 这么做下去 而且是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 全面交流 深度交融 啊 贯彻什么党的宗教工作 基本方针 保护合法 制止非法 遏制极端 抵御渗透 打击犯罪 啊 引导什么国家意识 公民意识 法律意识等等了 那么这一切呢 啊 应该说 总的格调啊 还是比较硬 就说还是要去继续维持啊 继续 这个成全国现在所做的这些做法 或者这一套 方针 这个具体 这个在北京方面应该叫做方略 那么这 对他来说应该就是一个具体的方针了啊 那么这个 呃 这 陪同人员呢 也是有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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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呢 当然是他的这个三员大将 那么丁薛祥和这个刘鹤啊 还有一般就是何立峰 这三个再加了一个成细 那么这一次呢 陪着这个 呃 稍微比这个习近平的阵容要 呃 呃 要人数少一些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他这个一软一硬让我们感觉到这个 呃 还是有一些 这个信息含量在其中的 陈先生你怎么解读 其实我 我不觉得那个 呃 习近平那个到零下是一个软的姿态 他当然是说了些不平的话 但是说这些话本身 嗯 很清楚 他是像 李克强 以及前一段时间李克强那些说法 嗯 正面的强势的回应 我就是要 就在今年实现脱贫 我今年实现小康社会 这个是我的基兵目标 一点不能动 一点不能变 对 他实际上是 是在这个方向实际上是在 对习近平 约对李克强提起 支持李克强 这些人的官员的一种 喊话一种表态 表明 当然这个 就把这个 所谓的脱贫 所谓的小康这个符号 完全和自己合而而一了 自己成了这个东西代表 好像 不平和小康 一旦失败 就是我习近平的失败 所以李克强 要来拆台 要来说没有 根本就是脱贫 还 找得很的 根本没有 没有可能性 不可能的 小康社会 更是 找得很 所以 他就是要表这个态 我就是 说 今年 要脱贫 就脱贫了 要 要到小康 就到小康了 我们说了算 我们采取这个 他这个 他是 到临下去的 这个姿态是 非常重的一个 党内斗争的一个姿态 党内人对李的 一种表态的一个姿态 那那个 汪洋他们到成全国来 是全力的 不遗余力的 支持那个成全国的 治江方略 本身是那个汪洋 现在是 被赶上了架 那就是像中国老话说的 过了河的阻止 就 只有一项钱了 对啊 美国的这个 点的名了 你自己 就这定位在这个事情上了 那你只好和习近平 这个体制 绑在一起了 本来 大家知道汪洋在国内 对 我觉得这次 我就想说 这次美国点汪洋的名 我觉得是有点 他是这样的 这是共和党 他们党 党和 对 他们是按照 按照他们的这个 常规的习惯性的说法 因为 中共现在的所有的行动 就是在外交上的所有行动 都有很多很多方面 都是统战部 嘛 就是统战统战的方向 就是统战的美国的英文 你也知道的 The Front 这个United Front 就是 就是战争状态 在美国人理解起来 也就是 例如像在 美国的大学里面 美国的这个 搞这个什么 千人计划 2025等等 所有的 包括抓人才 抓舆论 抓什么 什么大 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们都认为是一个统战嘛 有个统 中共的一套统战的东西 来搞 那么就是 你最高的统战的负责人是谁呢 是政协主席 是汪洋 而政协嘛 就是代表统战的这个部门嘛 最高负责人就是汪洋 所以他们就按照 这样一种职能的推理 就像那个韩正 你是负责港澳的 港澳现在 做了这么大的坏事 就是说 对香港搞这么大的坏事 那么你韩正 你作为在常委一级的 最高负责人 你管这一摊的 你就是责任者 那汪洋你管统战的 你就是责任者 他们是这样很机械的思维 对 这个就比较坚强 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光谱里面 汪洋的角色和 汪洋的角色和这个的从来都比这些要温和的多 是是是是 意见书啊 比那个什么这个蔡奇啊 这些比习近平呢 都要温和一些的这个角色 但是他们不管这个角色 他这个角色 他们摸不着看不见了 他们只知道是按照中共的一个系统 你这样一来 那这汪洋也就没有后路 后路 他就没有退路了嘛 他没退路了 那就只能往前走了 那而且所以说 我就觉得这次去新疆 这这番谈话也是 是啊 就是说他就是只好 绑在车上了 而且他在这个时候 如果再来像过去这样 说一些汪洋似的 因为汪洋过去说了很多名言 都是比较 中美之间 什么夫妻关系啊 都是汪洋说的 Anyway 汪洋过去说了名言 但现在 没办法了 不起作用 就在美 既然美国已经把我盯上了 把我盯上了 我只好扮演这个角色了 因为他如果说他这个时候 还要继续他过去的名言话 那么 那对对习近平来说 你就是 你是不是就是想摆脱你这个东西 摆脱美国人的那个位置 你要想另外 在美国人下趴了 被美国人的这个下趴了 你要取一个卖国求荣的道路 你要等等等等 所以他现在只能往前走了 他在中国的这个政治 政治情势下 政治版图里面 他现在不得已的必须 需要站在那个所谓的 比较极左的那一方面去了 所以很很搞笑的这个事情 是是是是 我想 大家一般欲望预测 很多人一般预测 如果美国这次要制裁 会不会上到政治局常委这一级 如果上去 会是哪一些哪些人 一般的预测 韩正这个是因为香港问题 就不然反复 还有就是栗战书 你人大要通过嘛 对不对 这个香港的法 相比之下栗战书 如果说 一定要上到这个常委这一层 所以说大家一般很多人都预计 这是可能是韩正或者 或者加上栗战书等等 结果就加上那个汪洋 这个汪洋是有点无理所 这是中国这个政治 或者说就是说 实际上是政法委 这政法委的数据应该说 这个当然你说成绩稍微低一点 但是他毕竟也是一个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这些事呢 都是和政法委有相当大的关系 你说你和这个统战的这个东西 而且统战又只是个政协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职能之一 还不是一个 所以你说这个 不过这个东西 因为美国这个 这个是共和党这个党团 就是150人 对你看他这个 这个详细的说一下呢 报告书列出了一张这个 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图 对 在其认为呢 美国应当制裁的部门 或者人物旁的发上红叉 途中呢 建议制裁对象包括 这个政治局常委王阳 韩正 政协副主席夏宝龙 西藏当制 夏宝龙这些都可以理解了 就是包括 包括就是陈全国 包括是吴英杰陈全国 骆惠宁 就是 史运派这些都是 对 骆惠宁本来想有点新鲜的角色 但是他过去的经历 包括为什么习近平要把原来的人换掉 换他去的人 又要 又要强硬化嘛 因为后来的整个港澳政策就出来了嘛 那么陆 陆惠宁当然你难 掏去干系 你没办法 走 这些都可以理解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呦 汪洋有点吃惊一点 但是后来他就是 美国人他就是按照 他你这个职能范围 你是管统战的 你要负最高责任 等等等等 看来啊 这个汪洋当年这些 这些调子啊 我不知道这个美国人 这个国会方面啊 或者这个行政当局方面 是不是收到这些信号 或者说是不是 但是感觉 有些有些中国通是收到 但一般的美国的那些议员 不是了解国际 他真不了解 他不一定知道 他就按照职论来说嘛 你现在中共咄咄逼人的全世界港 那个很大的神助上 是统战部门在底下运作嘛 那么也就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等等等等 这个我觉得 再往下变 最后到了行政部门 会怎么样的 或者最后出台的是什么东西 再看吧 但是他这个是一个 实际上确实也是一个政治 可但威慑性非常强的一个东西 对于 这是包括中国 比较积极的要和美国谈 恐怕这个问题也是 他们要谈的很重要的问题 我想肯定 杨洁篪这个提出来 对对对 你这样弄的话 我们这个两国关系还怎么搞啊 你把这个中国的这么最高的这些人物都一一摞下来 我们要谈什么谈 这个两国关系还能不能 我想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要谈的 肯定是要谈的东西 我级别比你这个杨洁篪还高啊 这都是常委 所以你说你这个以后怎么弄啊 这事儿 所以就说而且你是关键这个对象有问题 你说你制裁你韩正啊 这这都是应该说 这可能意义都不大 但是这个 这个汪洋被列到这个单上 确实让人有点 嗯 因为一直对他这个调子很柔 就像你说的嘛 这个 一直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 他在中国党内一般的 在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 汪洋还算是一个温和派 温和派嘛 那怎么他 他不能算是强硬派啊 啊 对吧 那么所以说这个 呃 我看我们网友谷歌 可能在中间也有一些 照顾习近平的面子 就是说 我想的话 因为没有把习近平的 呃 像栗战书啊 这些闹出来 是不是 因为 他这个是郑国级啊 他可是汪洋是这个 就是政协主席啊 这四个郑国级里面 就比如说这个啊 这个习近平啊 李克强啊 栗战书啊 汪洋就这四个 四个郑国级啊 嗯 那么那你这个 当然就常委也都算 但是就是这个 郑国里面的郑国呢 就是他们四个 那么这四个 你选了一个这个 这个郑阳实在是 我说你 你还不就说啊 李克强书啊 这样的 那还能 嗯 这个当然这这就 你刚才说了 这以后这个怎么去实施 可能包括这次 杨洁篪和这个 蓬佩奥这个会面 是不是会谈到这个问题 我相信 呃 这个也是可能性很大的 一定是会谈到 这个一定会谈到 这个一定会谈到 这个 这个就是会谈到的话题 可以数得数得出来 肯定是这个 这个大疫情 这个追责的问题 杨洁篪提出来就是 要怎么样减缓 呃 就是关于香港的问题 这个 港版国安法的问题 这个要谈的 对 包括这个政治局 呃 就就点名 点了这这么一些 中共的高官 点到这么高的 的级别 而且这么 这个事情恐怕也要谈的 我想 这个这些问题都肯定 避免不开了 但是至于美国 是不是会做一点 缓和性的回应 我想 美国不会让步太多 这是 要让步的 主要还是中共方面 会让一些步 但是中共在 在表面上的文章里面 都还是看起来 并没有太多的让步 不可不可能是取消 什么港版国安法 这种东西是 不会正式出现的书面的 但是它的实质性的 做法内容 或者说步骤上 是不是有一些 缓和 那那有可能的 那是 还有就是说 如果是要 让他更多买的大东 买买美国农产品 这个是他们肯定是 很快就会接受的 但是中国本身现在就是 关于第一阶段的协议 你就说是他有政治意愿 要履行 他也没有这个政治能力 经济能力 来履行了 中国现在的外国 各方面的 这个经济上 已经从各个迹象表明 他们已经是非常的 窘迫了 就是说 所以说 一般的经济学 所有的人几乎都 暂停截铁的认为 第一阶段协议 要百分之百的全面履行 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也就是说 不是说他不愿意 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办到了 就是因为经过了疫情 经过了这个 包括往下可能还要 又第二波的可能 还要兴趣 他这个经济上的能力 能不能完全的履行 第一阶段协议 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 我想美国这方面 后来也采取了这个 开始是觉得 川普说 我根本不看 我对不care 我对那个 那个比起疫情来说 十倍 疫情比他大 十倍还不止 被比一个 所以我不大关心了 但是后来还 稍微话语 稍微缓和了一点 也就是说 他们还在履行协议 他们还在履行协议 也就是说 恐怕美国方面的想法是 能够多买些 多买些 能够多履行一些 多履些 虽然他可能 百分之百查不到 但是他有这个政治意愿 和经济能力 能够弄多少 我们就算 美国的 选民 美国的农民 能够得多少益处 包括也对川普的选情 恐怕有所好处 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 后来 语气稍微 在这方面放缓了 认为公开的多次说 包括来自希特开始 然后到川普 都说他们在 他们正在积极的 旅行协议等等 是这样一个态度 因为我想中国这方面 会加强这方面的印象 所以美国做出更多的 要保证旅行协议的 从落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香港的问题 退到什么程度 而包括这个 美国是不是会 包括点名的问题上 有所松动 或者香港的问题上 大家是不是达成 某种地 中国实质上退一些 但是表面上 不是太退 美国方面 就是说 你只要实质上退了 我们可以香港的 那个地位 就是说取消香港的 独立关税地位的问题 这个是缓一缓 还有包括其他的 就是说 是不是会达到这些东西 包括其他的 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资金流通的渠道 现在说 美国已经放出话来说 要改变美国通过香港 这个资金流动的渠道 这个方面 是非常严重的 别看一句话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 中国的压力极大 这个金融上 金融这个方面 才是对中国压力 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一个就是说 我看到这个 王七番 又有一番讲话 他就说这个啊 要要要注意 王七番 对 要说这个中美金融战开打呀 就说这个 呃 强推这个国安法呢 美国对中共的制裁全面升级 那么这个 在经济上脱钩 在军事外交金融科技领域的脱钩 也加速进行 那么南华早报12号 这个报道就说嘛 这个这个黄七番 在这个厦门大学校友会组织的 这个网络研讨会上呢 对于 这个学生呢 就是说这个 说呢 美国正在发动一场 这个安排周密的金融战 啊 中国呢要面临巨大抢战 他就说呢 这个举措可以追溯到2015年 美国国会通过这个贸易促进权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 张杰说 美国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 对任何被美国财政部指定为 汇率操纵国的国家 发动贸易和金融战 啊 他比如说呢 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这个TPAA呢 授权美国政府停止和任何目标国家的贸易 不允许这些国家的公司参与美国金融市场 禁止美国银行和金融公司和这些国家做生意 美国政府还可以切断企业和SWIFT 这个全球支付系统的联系 而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呢 脱离这个网络 那么中国就没办法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 这将造成巨大困难 而这只是另一种脱钩方式 其他措施呢 还包括利用金融评级机构下降 又国家主言评级 以及制造这个汇率波动给其他各方造成损失 啊 那么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就说到呢 就是这个实际上 我觉得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就说这个习近平啊 把这个香港搞残了 那么但是呢 就说这一种 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这个权贵啊 这个钱袋子呢 就收走了 让他更 更服服帖帖的跟着他走啊 你不然的话 你反正你也没什么这个指望啊 那么这个香港这个这个 这个资金的这个便利 这种已经不存在了 那实际上我觉得呢 对香港来说 这实际上是 也的确 美国方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想 尽可能少的给香港民众呢 减少这种损失 但是这种附带的这种 损失我相信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就是实际上我觉得 这反而某种情况起到 就是替这个中共反腐的这么一个 啊 是这么一个效果 那就是说让这些权贵的这些资金呢 在香港就啊 动不了了 嗯 这个这是很大的一个事情 我我原来我们原来就讲过 对 如果是真正的香港 要和美国脱钩 香港要完全上市掉 进入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然后就是真正的回到一国一致 香港这些中共上层 在香港有这么多重大的利益 特别是金融利益 特别是李特勒的 黄启帆谈到的他们非常害怕的金融脱钩的问题 是使得这些权贵断了后路 断了他们的金融的路 当然美国也要受一些损失 包括美国还有一些机构在香港 还有8万5千人在香港的上班的 就是anyway 就是美国要受损失 但是美国的损失比中国的损失来 还是小的多了anyway 就是总的来说 这个断了后路 你刚才说了 是有可能起这一点作用 就是说 使得中共的上层权贵 包括红蓝带的很多人 在香港的 下方挂掉 挂掉的话就是把他们的断了后路 让他们不要想 你来美国了 你们现在乖乖乖的投入 这是一个方面的 这个是逼反了的 最后把他们压的 也只有这条路 但是也可能造成 你这一下把我们大家的钱包都给掏空了 那对不起 我们就反了 你知道 就是说 他就 从二代的政治能量 还是不小的 就是说 他们 如果是说 这个整个团体 整个的 金融 就在中国的金融界和实业界 占据重大的利益的这批上层的活动 他们的利益都受到了严重的侵犯 甚至要断掉他们的粮了 这不得了的事情 他们就是说 可以契合起来 我就是把你习近平干就算了 你就是像刚才日本人说的 或者是蔡侠教授所说的 这批人认为我们过去 大家相当无视 美国中国和美国之间 在香港大家都有利益 相当无视 你现在要把所有利益断掉 我们就和你拼了 也有这种 因为这个是 当然有这种 这种可能性 也不能说不存在 而且不能说这些人的政治能量没有 他们还是有相当的政治能量 过去没有动到他的利益施身上 你习近平怎么搞 算了 我睁一睁眼闭一睁眼 我小小小小小小 没关系 他自己身上这个 他这个事情太大了 如果是金融这个段的话 那个如果说中国的 那整个的中国的 中国的经济体系要受到重大的冲击 所以中国前一段时间 要搞什么的数字货币啊 或者现在要到澳门建立 什么金融中央 都是为了应付这个最坏的结果 但是这个最坏的结果真正到了 他是能不能承受得起 我非常怀疑 就是他这个经济上 不光是说这断掉他几个太子 红二代的这个钱太子的问题 而是断掉了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命运的问题 是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说我不认为习近平他输得起这一招 所以说如果是说整个的 他他在搞搞香港的时候 你看他也是搞的是一个突然下手 用这这样大家也不能排除 这是他表面上和缓和和那个 那夏威夷谈谈 但是到了到了某一个时刻 他突然一下他就开始谈到缓和我们汇州呢 然后最后背心弃异的突然来一下 他认为如果是预先造好了舆论 就像现在这个夏威夷 这是香港 他突然来一下使得大家都没有任何准备 人大通过也非常顺利 但是国际上的舆论一步步造了 他发现他承受不起这个政治经济后果的话 他也只好退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国际施加的压力有多大 习近平会推到什么程度 或者说他最后来个鱼死网破 我觉得他鱼死网破就是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完蛋 当然鱼死网破的话 习近平是个现实主义人 我们多次说到 他说最后的要影响到他的统治 但是呢 他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政治情势 就是不断的螺旋式上升 不断的紧张化他和国际社会 特别是和美国 就螺旋上升党内也是 他和这个党内的其他的派别互议也好 他不可能 现在我还要加一句 现在看得出来 他不可能像过去所说的反贪府一样 一下子就把 反对的人一下 一招就把他摁死掉了 就消灭掉了 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你看李克强这次 说了这些话 他用了强力反击 大家看清楚了 他反击了 而且非常明显的 这两个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方针是不一致的 但是李克强 照样没有下台啊 而且李克强 还要和 主持和欧盟的谈判 还要李克强去出面 和欧盟的谈 所以说他已经不可能 消灭政治对手了 你要注意他现在 当然我这里说的政治对手 是比较高阶的 就像李克强这种政治对手 即使是他明显的打李克强的脸 反李克强 包括在地摊问题上 包括在这个什么 现在到零下去 要否定他那个所谓 李克强认为你脱贫这个字 空话了 办不到的 等等 但是政治态势已经表现了 这么明显的不同了 但是他没办法把李克强消下去 把李克强的位置剥夺下去 像反贪腐一样的 一下子就把人打下去了 没有这种可能性 也就是政治斗争的逻辑 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斗争逻辑 已经不是说是 马上是你死我活 而是大家还要是 你不可能大家都要活 你不可能把我完全杀死了 就是说这个政治斗争 就会可以进行 一段相当长一段搏击了 这个搏役的时候 最后路死随手 还不一定 这是最大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 可能引起的政治结果 会怎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 我觉得不见得是坏的东西 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 这个政治逻辑 它会逐渐的越来越火热化 就是关系越来越顶张 它螺旋是上升 一步步的上升 到了最后还是要碰到临界点 最后就要碰到 最后一定要碰到临界点 中国现在还越到了一个临界点 对 对